今年美國感恩節就是11月28日 而之後那一天就是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 不少實體商店或網店都會有大減價 而香港人經常用到的網購平台Amazon為例 它在上星期就率先推出了Black Friday的早鳥優惠 直到11月29日每天都有不同的貨品減價 一些記受香港人歡迎的品牌 例如Dr.Martins的高筒Boot 對港幣為起一對都是975元 而另外一些電子產品 好像iPhone 11的128GB 它為回到港幣都只賣5500元 比起在香港買都足足平了1000元 如果這些產品不適合你深水的話 還有一些家用品或日用品都有優惠 只要留意Amazon的Black Friday的貨品 就所有自貧自帶的產品都一目瞭然 選完深水貨品運費的問題不用擔心 因為Amazon同時推出了促銷優惠 只要你訂單的總值是超過49元 即可免費送貨至香港 香港免運費有幾件事要注意 第一 你要將送貨地址設定為香港 第二 在選購商品的時候 記得留意價格旁邊 有沒有顯示著 免費送貨至香港 第三 在你買單時留意購物車 它可否享有免運優惠 而第四 如果你是買單件貨品的話 如果它不夠49元美金 你是不可以享有免運優惠的 如果你未有亞馬遜賬戶 想申請一個都相當簡單 只要填入你的姓名 電郵 就設立密碼 那就完成了 你也可以更改語言和貨幣 然後就開始購物了 雖然又早了優惠 不過最底最著數 當然是Black Friday當日 已經有深水貨品 放進購物車 留意當日有沒有大特價 到 filed開始 我們不會去操作 我們要不會去操作 我們不要去操作 我們不會去操作